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策略的问题 就是现在没有革命形势 我们可以掩齐息鼓 但是我们要继续力量 继续筹备世界革命 早晚一天世界还有爆发革命 这个斯大林非常现实 他看这架势根本就不可能了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 什么意思呢 原来马克思讲的 包括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那本书里 他讲的这么个道理 说这个世界革命 必须在世界主要的国家同时爆发 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爆发 所以那会儿说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 就没有国家了 无人无祖国 是吧 那你看苏联这名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他就你不知道这哪个这国家在哪 在哪 全世界 哪都行 你也不知道这国家什么民族主体构成的 全世界 全包括 就那个时候共产党的观念就是那个 斯大林把它改了 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 这个从理论上讲 从逻辑上讲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那肯定是 他是推翻马克思那个论断 但是他没怎么说 实际上 所以 这个托勒斯基础说 说你这是反动 你从逻辑上 你从理论上推演 他当然是反动的 但是他很现实 所以 斯大林说服了 你看 从那开始 其实这个世界革命的这个理论 这种战略已经不存在了 时不时的拿起来只是作为工具而已 这就是我对斯大林这个 和世界革命战略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分析 那么到了他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 那就彻底就抛弃了 以后不存在世界 那至于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的这种情况 因为咱们也没时间讲这个 我 我跟你说一句 就是斯大林的冷战战略 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他是要搞革命 因为很多人 包括John Gattles 他们都认为 说他是有一段是防守的 是退缩的 但是冷战起来以后 斯大林又开始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 错 你哪件事可以说明 他是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呢 不是 斯大林在冷战爆发以后 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这样归纳 他是对内进攻 对外防御 或者叫内线进攻 外线是防御 包括 这个 伊朗问题 这个 土耳其问题 这个 国陵危机 都什么 所以这个 共产国际的解散 对于我们理解 整个斯大林的对外政策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今天咱们没有时间细讲 如果你理解他 你再理解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实质的话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看到他这个 问题的核心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毛对 这个 这个斯大林对毛的这种 这种认识的不确定性 使他的很犹豫 就到底将来对共产党怎么搞 是像一般国家那样 还是把他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他不清楚 特别是科瓦廖夫写的那些报告 科瓦廖夫这个人呢 原来是苏联的交通部的副部长 后来林彪打这个东北的时候 他要用这个铁路 那铁路都给 都给打烂 那就是让苏联帮助他修铁路 所以其实整个辽省战役 都靠那个中东路 通常路 全是苏联给修了 所以你想那林彪的四野部队 怎么能一会儿 这个长春一会儿刷上锦州里 一会儿 包围沈阳 全是坐火车来回跑啊 你要是像原来那样 那是不行的 所以对他很满意 然后呢就把他 这个辽省战役结束以后 就把他留在中共中央 作为苏国中央 驻中共中央的代表 这科瓦廖夫呢 他就写了很多报告 因为科瓦廖夫本身嘛 他是一知识分子 他不是搞这个政治的 另外呢 他所受的教育 都是很传统的那个 布尔什维克ABC的教育 他就很看不明白 中国共产党这点事 比如说 他给这个三年写信 他说 我真的很不理解中国共产党 他们为什么不去 团间的广大的无产地区 工人界一天跟农民打腰 转腰 他们老在这个农村 他们很熟悉农村 很熟悉土地区 比如这个 解放军包围了上海 包围上海 中国的主要的无产阶级 都在上海 但是毛泽东 就是不占领上海 我问他 为什么 毛泽东说 那里有几百万人 他们吃饭问题 谁来解决 还是留给共产 还是留给国民党解决吧 他说我这真的很不明白啊 他说这是那么好的机会 因为当时国民党在这里完全没有防守力量 但毛就是不占上海 因为他想的很现实 我进了上海 我就得给大家发凉手 我哪发得出来啊 先让他困着吧 长春也这样 你以为呢 当时这个长春也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他很不理解 无产地区都在那里 你占了以后 你马上这个你的 他就讲是共产党的这个成分 多少多少都是农民 都不是无产阶级 但是他的想法完全是那个 就是比较传统的 马克思那一场东西 他是不理解 这样弄得斯大林呢 也很不理解 所以这次米高阳来呢 就是身负重任 他要了解 到底这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从2月1月30日 3月1号到2月大概四五号 大概前后 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跟毛泽东 刘道庆 将来人比十几个人 文藩 现在所有的谈话记录都已经解决了 大家可以 因为这个中文 可能俄文都记得了 大概的意思吧 就是他通过这几番的谈话 了解了这个中共的基本的想法 因为毛泽东的反复的跟他谈中共历史 就是毛泽东在历史上是怎么受压 后来是怎么又翻身的 然后讲这个左右轻路线对他的迫害 讲他怎么忠实马克思主义 忠实 然后理想刘少奇 业中来他们都都一再的跟这个米高阳解释 说将来中共一定要走苏联的道路 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 什么包括一些将来的合作的问题 后来到会谈的后期也都谈到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这个米高阳的报告呢 是比较倾向于中国了 共产党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毛泽东呢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没解决呢 就是在中苏之间 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这个莫斯科之间的存在一个 一旦共产党要是掌握了政权 那么他是否还会承认1945年那个条约呢 这是个大问题 因为毕竟那个条约是跟原来那政府签的呀 你现在政府换人了 你认不认这事呢 不知道 这双方呢 在这个西百坡的时候呢 就就开始 这个 呃 大家开始互相摸底牌 米高阳说 哎呀 说我来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政局开了个会 说只要新加坡一成立 同达女生港就还给你 说毛泽东你听了 哎 说不用不用 说我们也开了个会 说这你们继续站着吧 为什么呢 他这里很简单 他共产党他没海军啊 他连个游艇都没有 说你把这个海港还给他干什么呀 他不能开辟个旅游港啊 何况那会儿那个军事 说斯大林其实他明白这事 他知道你也收不回去 他故意啊 你们一解放我就给你吧 毛泽东我们不要你留着吧 啊就什么时候等我们有了海军了 你在像跟波兰签合同 啊跟签合同在黄游 再一个比较敏感的是盟国 这共产党呢 是他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那个主权意识 民族意识 在他没有掌握政权 政权之前 是很薄弱 甚至是没有的 比如你这个外蒙古也好 中东路也好 中苏同盟条约也好 国人都是反对 共产党是赞成的 那当然好了 中东路让苏联站了这么挺好 不成我们的根据地了吗 外蒙古 内蒙古都让他站的才好呢 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吗 他是从革命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领土问题的 但是一旦他掌握政权了 就不一样了 那地儿就是我的了 什么根据地不根据地的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苏联就琢磨这事了 说这别共产党一掌了钱 他就反悔 毛还真有这意思 他跟米高阳怎么说呢 说那个外蒙古啊 独立了 当时是那么个国民党欺压这个少数民族什么什么的 现在这个人民已经夺取政权了 那么是不是这个蒙古统一的问题呢 请斯大林同志考虑 那意思吗 就是 你们再回回来 他还没敢说 是他说的 他说我听一个 一个民主人士那么说 好 这斯大林也是借着 你不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吗 他说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 如果说到蒙古民族统一的问题 那就不是啊 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去 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 说你把内蒙古也交出来算了 所以这毛一清 当然他这话 他因为你说你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嘛 所以他口气那么硬 也不伤你面子 但是毛一清朝话 知道斯大林态度非常坚决 就是在蒙古问题上 没有什么好谈的 所以他就 马上表了个态 说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我们以后再也不谈蒙古问题了 但是其实后来还是谈 那就是后来他又去莫兹哥的时候 所以这次的蒙古问题就过去了 这样的双方摸了摸底牌 谁也没摸出怎么回事 这个就到这了 这次的蒙古 那回去以后呢 这个斯大林很高兴 觉得这个中共呢 还是 毕竟还是想跟着苏联 学苏联啊 什么什么的 他们就商定 就中国 共产党再派一个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 这就是1949年 这个六月份的刘少奇 访苏 那么刘少奇访苏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在过去 因为当时啊 我们都不知道 刘少奇什么时候去 他是秘密访苏 就暴力了 一直都没登过 都没登过这件事呢 就是 大家都不清楚 刘少奇什么时候 到的莫斯科 但是在这个期间呢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毛泽东宣布 一边倒 这个时间是知道 6月30号 毛泽东呢 写这个 论人民民主观证 然后说将来 中国共产党夺取 拿了天下以后 要执行一项政策 就是向苏联一边倒 当时这个出来以后 全国都非常震惊啊 那就是说明你共产党就 一定要跟着苏联走了 这个当时来讲 对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都在给共产党出主意 就是说 你 你拿下天下以后呢 既不要跟美国人走 也不要跟苏联人走 走第三条道路 或者中间道路 你在美国和苏联之间 这样游刃有余 中国是个大国嘛 但谁也没有想到 毛泽东宣布了 一边倒一边政策 那么为什么要 要这么宣布 因为他是6月20号 这个6月30号宣布的人 所以人们都在猜测 那就是到底刘少奇 什么时候去的 这样能确定这种关系 后来89年的时候 诗哲回忆录发表 诗哲说 因为诗哲是给刘少奇当翻译的 他说我们一行的是 7月2号出发 那么这样历史学家一推断 那自然就是 毛发表这个在签 发表一边倒在签 为什么呢 为了给刘少奇去洛斯科 铺个路 变个话 你变得得到四年代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是完全电脑过来的 俄国档案解密以后呢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是 这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公文有个日志 就每天谁来拜访他 都有个记录 像中国那个皇上那个齐居住一样 几点几分谁进 几点几分谁出 从1924年一直到1953年 一天不少 内上记载着 刘少奇等一行是6月27号晚上11点进克里姆林公 这个办公室 谈了一个小时出来 那么后来呢 又发现了这个谈话记录 就是6月27号那天的谈话记录 这样子人们才发现 其实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样 是什么呢 是因为刘少奇跟斯大林谈判那天谈得特别好 你看那个记录你就能看出了 斯大林第一句话 刘少奇同志 您来 您想要什么 您就说话 刘少奇他就开单子 要飞机要大炮 要什么空军 要建海军 要钢铁 要兴铁路 要什么都给 帮你建立航校 什么训练飞行员 要飞机给飞机 要大炮给他们 贷款问题 什么要专家 都买了钱 不要都给 就是新疆 因为新疆本来 毛的策略 他是不打算在这个50年内解决新疆问题 原来主要是把这个关内问题解决 然后呢 做准备 三野呢 将来打这个台湾 一野呢 将来进新疆 二野呢 打这个西藏 四野呢 在做这个总预备队 这是当时就是49年 下半年的一种态势 哎 三林说 你们赶快进新疆吧 到新疆那么大地方 又有矿产 你们怎么不去啊 他说 其实说 说我们倒是想去 那我们怎么去 那么远 我给你汽车 我给你飞机 赶快站 后来到他去说 说这马洪奎 这个马不方 这步兵的太厉害 像当年西路军 这个 这个 失败 主要就是被 骑兵打了 斯大迪说 那没问题 这个骑兵最怕飞机轰炸 我给你派两个团的飞机 一炸就完 哎 后来果然 整个这个策略全变 哎 马上这个 刘尔奇一告诉毛 毛这个 马上通知这个 这个谁 彭多怀 进军新疆 然后派 邓立群从莫斯科 直接去了北疆 策罚 陶石院 这样子 一下就把新疆 那么当 这个解放军 进疆的前头部队 真的传有坐飞机 去了 都是坐苏联的飞机 那个大部队 也是坐苏联的汽车 到了这个 就是哈密这个地方 以后才分散 所以 这个一边倒 这个 跟跟斯大林这个谈 因为 柔尔奇 谈完了第二天 凌晨三点钟 就把这谈判的结果告诉毛 所以毛非常高兴 这才发表了 一边倒 是两边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以编导这个东西其实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斯托雷登不是当时没走吗 没走以后斯托雷登是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中共拉关系 所以他就一直通过他的秘书跟华华联系 那么到六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黄华就通知他说这个你可以到北平去 你到北平呢很可能周恩来或者叶延英会接见你 所以当时呢这个斯托雷登非常高兴 因为他拉上这条线很不容易能见到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他给国务院打了个电报 说我这次就很可能能见到周恩来或者是一年一年那会是北平市的市长 结果他在等消息 正好就是六月三十号这天 国务院回电说你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他主要是因为怕这个事走漏消息 当时呢这个美国在大选 他又怕这个对反对党抓住把柄 说他们出卖共产党 就是说在这会儿 你再次敏感时刻 你不要有任何举动 那么从现在来看 他这个电报到这个美国使馆 中国共产党并不知道这件事 虽然在同一天发生的 所以毛泽东发表这个疫苗脑宣言不大可能是根据 美国务院的这个电报 要报复美国 因为开始有些人有这种猜想 我现在看来 他主要就是因为对苏联者非常放心 因为他知道 赛林一直不信任中共 一直特别不相信他本人 所以如果他稍微做出一点脚踩两只船的 这个这个这种姿态的话 可能会完全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信任 所以你其实他这个很多 这里边有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都可以这个这个 反映出来毛泽这种谨慎的心态 比如说他想给美国人要贷款 要贷款当时那个那个谁呀 那个大优派后来给联系了一笔 联系笔呢 他把这事事先就告诉斯拉林 说你看能不能要美国人贷款 那么当然斯拉林跟他讲 说没问题 说你这敌人不至少不受他的政治条件要挟 就不可以做 那后来他就出了 但是没贷成 另外就是 中国共产党那会定了个原则 就是如果成立以后 这个不是这个夺取政权以后呢 要建立联合政府 就通过这个政治协商会议 让各党派都参加这个政府的管理 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毛泽给斯拉林打了个电报 说我们一旦夺取政权 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赶下政治舞台 我要向苏联学习 我要搞一党制 这个斯拉林给他回电 说 你为什么要搞一党制呢 说你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是有贡献的呀 你应该跟他们合作呀 我反对 你这样做 你应该还是应该继续怎么怎么样 哎 毛接这个电报以后 马上回电 说我们就是这么准备的 你在这里 当然对你很难猜测 他当然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 中共中央已经这么定了 但是他怕斯大林不高兴 他非说个反话 试探斯大林 那还有一种 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自己想 搞一党制 但是全党都反对 他是不是想通过斯大林 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呢 来贯彻 这个就很难猜测 总而言之 在这个 中华人国成立之前 这一段时间 毛泽东跟赫雷小夫 跟斯大林之间的相互 是很谨慎 而且他们不是很 既不了解 也不是很信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去了 莫斯坦 那就是我们 下一节要讲的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和双方的利益冲突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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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